新赛制第一场比赛 来看一下山东宏泰山 在奥林匹克公园实况 各场挑战荷兰街夜的这场 中超连赛的第一轮 过分了 马来 人尽的一脚掉射 开场准仅4分钟 荷兰街夜在一次快速反击之中 抓住了一个机会 独射入网 这脚直C身后溜过去 王大雷已经是竭力扑就 但是后点对方河南街夜的 右边路外援 右脚都吊涮 相处打击 红火 这个位置可以打 铁打 来了 好球 漂亮 你看咱们的前场是有活力的 虽然我们先丢一球 熟悉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 我们防守控制下来 每一名球员在训练场上都是优素的配合 山东武门泰山在客场 将比分半停 漂亮 漂亮 中间C过来了 机会 莫采斯 左小的动尾球进了 山东武门泰山 这一季直C很带 战装中风配来 这球其实可以给右边路的鸿虎 但是保险起见 鸿虎现在这角头还不是特别稳 中路有一个启动 逼到边路 把他逼到边路 冲进去了 没事 伸脚 漂亮卡达 赶紧的防守 莫采斯控制球权很不错 红 红 这球C的漂亮 这是佩莱的一次机会 扛球 3比1 帮助山东武门泰山再进一球 这一小镜射你还没摆练 这球他回传 哎呦 这一球你看得到但你防不住啊 左脚的射门 能住三分啊兄弟们 啊好球佩莱 这一次左边路的低拼铲中 真真啊 哎找到了佩莱 调整之后右脚的射门 再来这个停球上的质量是真的 啊 怎么回事 中路出现了绝对的失误 找过来了 百元 停球 还好 危险啊 今天 哎 王大磊 傻了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扭进来了 这谁受得了啊 傲俊敏传过来 佩莱站住位置 倒扣一脚啊 没有能够成功 哎呦 手都快针不上了 这太吓人了 最后一次进攻击会 咱可千万不能翻车啊 咱可千万不能翻车啊 哎呦 王大磊的出击啊 崩堵了这个 最后的一次 河南戒业的进攻击会 我觉得非常不错 这FIFA21还是可入 这营业做很有成就感 现在从观赏度 还有对抗 还有双方的这个平衡上来看 真的是比FIFA20 其身不是一丁两点